国际间的消息今天要来解密DNA 世界上哪一种生物体拥有最大最多的基因组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应该就是我们人类 或是比较大型的哺乳类动物 像是蓝金、非洲象等等 又或是一棵很大的红杉树 但是结果都不是 而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国际关键字 是绝类植物 这个呢是英国科学家的最新发现 他们在法属太平洋群岛辛卡里多尼亚 发现了一种小的绝类植物 打破了之前的记录保持者 是一种日本的开花植物 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的基因组 总共呢里面有超过50个基因组 甚至是人类基因组的好几倍 新的冠军登场在地球上 拥有最多基因组的生物 让位给法属辛卡里多尼亚 小岛上的一种小绝类 它具有超过50组基因组 比之前的冠军 一种日本的开花植物 基因组多出7% 因此被最新研究认定为 地球上具有最多 遗传讯息的生物物种 基因组大小的衡量标准是生物体细胞核中 检基对的数量及DNA的基本单位 这种绝类植物主要生长在 新卡里多尼亚的地面或倒下的树干上 如果像毛线球一样伸展 人类基因组仅延伸约两公尺 这种绝类植物 每个细胞中的DNA长度 则将延伸近106公尺 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伦敦大笨中的钟楼 或印度的太极马哈林都还要高 我们已经能够展示 脂肪的尺寸能够有影响 影响到何、何、何、 何时的核能能够育成 如何成为其他核能 在核能的社会上 实际上的可能性 在核能够育成为核能 或在核能够育成为核能 这些因素都在核能够育成为核能 而这些分析会更加 会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核能够育成为核能 英国科学家表示 在这种小绝类植物中 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 令人大感意外 因为一般人多认为 拥有最大基因组的生物体 应该是蓝金、非洲象 或一棵巨大的红杉树 甚至是人类 结果赢家是这种小绝类 让人再也不敢小看小岛植物 研究接下来将测试 为数庞大的基因组 对物种的生存续命 究竟势力势必 以产出更多有意义的研究讯息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